我是小叔 我在一家书店工作 这里偶尔忙碌 但大部分时间都很悠闲 所以我经常和书店里 来来往往的客人们交流 因此我也听了很多故事 爷爷 请问您要找什么书 孩子 我要找这本书 爷爷 您要的这本可能暂时受庆了 我想要这本书没别的 因为这本书是我儿子自己写的 我儿子上个月因为车祸去世了 上学时她就很喜欢写小说 但我当时觉得她写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很影响学习的 就不允许她往这边发展 直到前不久啊 在收拾的遗物中 发现了一些手稿 还有出版的合同 这才知道啊 她表面上做了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而工作之余 一直都在写作 她一定是一个很倔强 但内心世界很丰富的人 我老伴啊 一直都走不出来 每天总是待在孩子的房间里 爷爷 我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安慰到您 但您的孩子 也一定不希望您在影中一直远地踏步 生活还是要向前看 谢谢你啊 孩子 你还好吗 对不起啊 是要帮忙了吗 没有 我是看这么晚了 你一个人趴在这里睡着了 如果想睡觉的话 回家睡会更舒服 回家的话 反而一个人焦虑地睡不着 还不如待在这儿 在书店工作还挺舒服 安安静静 有条有理的 嗯 所以我就很喜欢在书店工作 真羡慕 不像我 每天真眼闭眼 就是回归信忙工作 都是些没意义的重复 对 但是 这么忙 还是没法在这座城市立足 其实好多客人 都跟我这样说过 原来出来飘的时候 觉得是为了以后能有更好的安定 但不过 就是开启了另一种机器般的生活吧 既然这么累 那为什么不回家呢 可能是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节奏 回去 还是会有不甘心 其实 姐姐 在你的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但你缺少一个改变的理由 你觉得热爱 会成为你最好的理由 因为 它是给生活输出希望的加油站 你应该想想你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 没想到 你小小年纪 而且 这么有道理的话 一说一大把 我职业开导 你又来了 我看你每次都在这个角落 天黑的彻底才走 这样你爸妈会担心你的 他们才不会呢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因为我爸爸说都不说 就把小果儿给送走了 他根本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小果儿 小果儿 是谁 他说养了六年的小泰迪 那他们为什么要送走呢 我记你的反应了 苏本山都说了 狗屋队 弄父是没有伤害的 他们就是不听 一样 可能吃肚子里的小孩 比我更重要吧 我爸爸 在迁都上班 根本没时间回来 原本 还有小果儿陪我 现在 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每个人长大 都是这么孤独的吗 我也有过很孤独的时候 能成长 就是要尽力从我 变成我们 再从我们 都变成了我吧 但是孤独并不可怕 如果你愿意试着和他相复 也许 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收获呢 别这么丧 至少你现在有我这个朋友俩 至少你现在有我这个朋友俩 后来 爷爷奶奶每个月都会来买些书 带去他们儿子墓前读 听说那个姐姐 辞职创业做了读书博主 而小男孩 也在书店里交到了一些朋友 他们开始有了全新的生活中心 而我 也还在继续聆听不同的故事 很多读者总说我治愈了他们 但其实他们的故事 也塑造了我 我是小叔 一本治愈的小叔 人生有不同的烦恼 但我相信 总有一本书 能够治愈你 知无处不在的你 感谢一切治愈的朋友 和误解 陪伴我们度过人生每个难挨的时刻 台湾的后想一下 竟然会这样重新 讨论有able 你只要想可以 我可以学习书院老师拍戏 这看是卡了吧 卡 就是真的是卡在外面 就是卡在外面 会儿一边啊 是让我不为她 非常感谢今儿在场合收歌 都没进过了 当然没进过 好 谢谢 谢谢